他曾经是个贯偷 人到中年决心改邪归正 但事与愿违 五十岁时最终因涉嫌盗窃 再次被补补 一贫如洗 毫无社会地位的小偷 谁来为他辩护 高强之内 他从法盲到熟读律法 不间断地上诉申请 一次次地努力抗争 他的执着会带来 怎样的一次跨时代 诉讼变革 改变美国法律史的小偷 法律讲堂门识版 敬请关注 五十一岁的吉迪恩 因涉嫌盗窃出庭受审 面对陪审团和法官 他坚称自己和失气案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辩护律师 不会法庭制证 再加上曾经反复因偷窃 入狱的历史 让陪审团没有相信他的话 而是判定其盗窃罪名成立 入狱不行 那么吉迪恩会接受这次的判决结果吗 入狱后的他又会做出什么 惊人之举 法律讲堂门识版 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毅 为您讲述 改变美国法律史的小偷 第三集 监狱里的申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上一讲 我们讲到 吉迪恩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 他一下子申请传唤了八名证人 包括在现场进行勘验的警察 和带他离开台球史的出租车司机 吉迪恩还对控方的关键证人库克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叉询问 在对陪审团的最后陈词中 他反复强调 他现在已经洗心革面金盆洗手 正在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 但是由于吉迪恩 并不掌握真正的交叉询问技巧 并不会真正有效地组织相关的问题 导致整个交叉询问 词不达意 漏洞百出 最终吉迪恩也被判有罪 而且被判处了该罪的最高刑法 五年监禁 于是吉迪恩不得不重返监狱 进入了雷福德州立监狱 但是进入监狱不久 监狱的人就很快发现 吉迪恩从来不和他们在一起 从来不和其他育友 在监狱外面的空地上聊天 散步 抽烟 后来人们才发现 除了吃饭和干活 重返监狱的吉迪恩 便一头扎进监狱图书馆 一个偏僻阴暗的地方 他整天都躲在那里 他在里面做什么呢 原来他在做一件大事 他在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 吉迪恩躲在监狱的小图书馆里 用监狱提供的 打有横格线的信纸 像个小学生一样 用铅笔 一笔一画的 按每个字母的印刷体 给联邦最高法院写申请 他 吉迪恩 一个小偷 什么都没有 名副其实的一无所有 没钱 一辈子穷困潦倒 要不也不会去当小偷不是 现在啊 更是连自由都没有了 被关在监狱里 都没有亲友来探望他 也没文化 美国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 吉迪恩只读了8年 所以他不仅是个法盲 而且还是个 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但是 他有几页信纸和一支铅笔 他就用这支铅笔 在纸上不停地写 写一封 又一封带有各种拼写错误 各种标点错误的申请书 他甚至连贯词都不会正确使用 每当他不会往下继续写的时候 他就站起来去读书 监狱图书馆里的法律书 他一本一本地读 从罗马法著作到宗教法典 以及其他所有法律发展史的书 他都读过了 他还把书中很多古老的法律术语 修改到他自己的申请书中 吉迪恩就这样 低着头 不停地写 不停地读 不停地改 每写满一页 他就会看一眼 信纸的抬头 那上面印着醒目的黑体字 每个犯人 每周只能写两封信 只能写在信纸的一面 否则信件不予投利 监狱对于曾经多次服刑的吉迪恩来说 并不陌生 但是这次入狱后 他却一反常态 开始利用所有空余时间 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信 按照当时的规定 每个犯人每周 只有寄出两封信的权利 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于是他把所有能寄出的信 都发往了最高法院 那么吉迪恩这种看起来 有些偏执的行为背后 有着怎样的初衷 他在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要向联邦最高法院 提出一个申请 应该给予 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 免费的律师帮助权 因为他总是觉得 他不应该接受这样一场 没有律师的审判 如果他吉迪恩 有了律师 他认为就不再会是 这样的审判结果了 也就是说 吉迪恩要上诉这个国家 最高的司法机构 并在那里打赢一场官司 让联邦最高法院 自己推翻自己之前 做出的判例 吉迪恩现在上诉最高法院 就是要求最高法院 认可他所提出的 免费律师帮助权的诉求 看上去 这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但这个程序问题 吉迪恩觉得至关重要 他知道 最高法院不可能直接审理 他的案子 不可能直接判定 他无罪 但是他知道 最高法院可以给他 以及所有和他一样的 贫穷被告人 一个律师 一个免费律师 但是吉迪恩不知道 1942年至今 联邦最高法院 一直坚决维护着一个先例 那就是不强制各州 为重罪贫穷被告人 提供免费律师 而现在 一个既没有钱 又没有文化的小偷 却想让联邦最高法院 自己否定自己之前的 这个判例 也就是让最高法院 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 联邦最高法院里 都是些什么人 那里面 有九个大法官 个个都是 偏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我是法中先的主 为首的一位 叫做涡伦的大法官 他连在二战中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话 都不听 还会听他一个穷小偷 吉迪恩的话 但是 吉迪恩就是要坚持 认这个死理 他要坚持 他在海湾郡法庭上 他向法官提出的 那个要求 给他这样的穷悍 一个律师 吉迪恩从阴报 我们先说这第一关 动作 我们先说这第一关 就是受理难 我们前两讲讲过 吉迪恩的这桩案子 是佛罗里达州的法院审理的 如果现在吉迪恩 想让联邦最高法院受理 这就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 和州法院之间将会有一场冲突 首先就是联邦最高法院 不愿意触碰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 这个州法院系统 可是并不天然地听命于联邦最高法院 二者其实处于一种 非常微妙的平等关系之中 例如州法院依据 自己具体的规定所做出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就无权修改 虽然吉迪恩案涉及的 属于联邦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在理论上 对案件确实有负审权 但是由于吉迪恩案属于刑事案件 往往会涉及到宪法问题 而这就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的复审结果 不仅会影响到佛罗里达州 而且还将影响到其他所有的各州 因此一般来说 各州历来普遍抵制这种复审 其中的一些刺头 更是不断要向联邦最高法院表明 各州政府官员和各州的大法官们 都有自己的判断力 联邦最高法院不要总是指手画脚 所以为了减少这种冲突 联邦最高法院早就为自己立下了规矩 井水不犯河水 用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的话说 除非万不得已 因此吉迪恩这桩案子 要让最高法院受理 先要过着第一关 要知道联邦最高法院批准受理 一般案件的比例就已经很低了 只有大约13%左右的案件会被受理 而吉迪恩案属于赤贫上诉案 这种赤贫上诉案件的受理比例就更低了 它还不到一般案件的四分之一 而且根据法官法案 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对这类赤贫上诉案 有着绝对的自由选择权 同意或者不同意 没有一定之规 完全看大法官们的心情 而大法官又往往觉得 赤贫人上诉的案件 大多不可理喻 因此并不愿意费心于此 但是这一次 吉迪恩这样一个赤贫犯的上诉申请 联邦最高法院很快就决定了受理 也许联邦最高法院也同样认为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被通知这一消息之后 就说明过了第一关 案子被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 但是马上又会碰到第二关 果然很快 吉迪恩就收到一封信 打开一看 是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和他的助理 杰卡布写的一份答辩意见 这份答辩意见 引经据点 对吉迪恩的诉求是一顿批驳 吉迪恩为什么会收到这样一封信呢 因为他的案子 一旦被联邦最高法院受理 联邦最高法院就必须听取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也就是吉迪恩的对手 他的意见 而吉迪恩还必须对总检察长的这份意见 予以回应 这才算走完最高法院的上诉程序 这份意见书 其实本质上就是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以及他的助手 这些法律专业人士 对吉迪恩这样一个法盲的一份宣战书 这份意见书长达13页 而吉迪恩必须马上予以回应 这时吉迪恩只好又拿起铅笔 在监狱提供的信纸上开始写回信 他写道 和博学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进行辩论 是令我惶恐和力不从心的 我不仅对法律一窍不通 而且监狱里也找不到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盘利 我只是坚持认为 总检察长认为 我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一场平等公平的审判的观点 是错误的 等到最高法院收到吉迪恩 对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答辩意见的回应后 这第二关就总算是结束了 紧接着就是第三关 吉迪恩的案子 必须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议审议 也就是说 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 要共同在大法官会议上审议决定 吉迪恩案是否可以进一步 获得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资格 1962年6月1日星期五 这一天大法官们都来开会了 虽然在会议的议程上 写着吉迪恩的名字 但是熟悉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运作规律的人都知道 很有可能根本来不及审议 吉迪恩的案子 因为每次这样的大法官会议都堆着几十项申请 任务非常繁重 时间根本不够用 比如这次就堆着黑人种族问题 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问题 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科罗拉多河水泉重大争议问题 有这么多议程听起来 哪一个都比吉迪恩这个穷悍 要律师的事重要得多 而吉迪恩的这份申请 也正是被压在所有这些申请的最下面 事实上 有人统计过 在这个大法官会议上 如果每个大法官只要就每个案子发言一次 每次只要超过34秒 会议的议程就无法正常完成 因此 鉴于会议要审议的问题之多 这些大法官们早已形成默契 会对那些琐碎而不值得讨论的申请 直接驳回了事 而且这一天 其实是大法官们在六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之后他们就要去度假了 眼看着 这一天已经是日薄西山 离大法官们去度假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最后 吉迪恩手写的上诉申请 才终于在九名大法官手中开始传阅 三天后 吉迪恩被正式通知 上诉申请经大法官会议共同审议被批准了 但是这马上意味着又一道坎摆在了吉迪恩面前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上诉 就意味着吉迪恩要在联邦最高法院打一场官司 这可不再是仅仅需要一名律师的事 而是需要一名大律师 这是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啊 可是他吉迪恩连一名普通律师都没有 要是有 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的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吗 吉迪恩只好再次拿起铅笔 请联邦最高法院帮他这个帮 为他指定一名大律师 出庭最高法院 还好联邦最高法院很快为吉迪恩 指派了一名50岁开外的华盛顿律师 名叫弗塔斯 这弗塔斯啊 32岁出任美国内政部副部长 之后下海做律师 并且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这位弗塔斯的衣食住行那是品位极高 他开的是劳斯莱斯 用的是古典钢琴做的书桌 家里还摆着中国古代的书画真品 不过弗塔斯并不是专业的行辩律师 他的业务领域是和刑法 十万八千里的反托拉斯法 而且对吉迪恩这样一个穷悍 弗塔斯支支甚少 甚至一度以为吉迪恩是个黑人 除了上述这些困难 还有许多困难 是吉迪恩想都想不到的 比如说联邦最高法院里面 有一位德高望重影响力巨大的 弗兰克福特大法官 这位大法官虽然不是首席大法官 但他的意见却历来在九位大法官中 举足轻重 而且往往会主导其他大法官的意见 而这位老人家一向认为的是 联邦最高法院完全没有必要 给五十个州规定什么统一的形式程序标准 也就是说 诸如为被告人指派免费律师这样的事 完全可以是佛罗里达州自己的事 联邦最高法院完全没有必要干预 因此 既然佛罗里达州一直遵循着先例 认为无需给吉迪恩这样的人指派律师 那么现在也还应该这么做 因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 将会在正式的开庭审理中 坚决反对吉迪恩的诉求 坚决反对强制要求各州 为所有贫穷被告人免费提供律师 由此可见 吉迪恩过五官斩六将 一路走来 他能让最高法院最终接受自己的上诉请求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也有了辩护律师 这些都让吉迪恩兴奋激动 那么接下来他还会干些什么呢 除了默默等着开庭审理 他还能为最终翻案做哪些努力 法律讲堂文师版 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毅 为您讲述 改变美国法律史的小偷 第三集监狱里的申诉 他仍然日复一日地 在阴暗的监狱图书馆里 读书 在那张狭窄的小桌旁 给福塔斯他们写信 在吉迪恩写给福塔斯的一封长信中 他谈起他对案件结果的预期 他说 他对法律法庭以及其中涉及的一切人 都不抱幻想 但他也不断地为自己打气 他告诉自己 他已经把这个巴掌大的监狱图书馆里的法律书 全都看完了 他已经是这里知道的最多的人 已经能够写申请书 还能够帮助其他育友写申请 虽然 吉迪恩不知道 他这样一个穷汉 距离卡夫卡所说的法律之门 有多么遥远 但是 他却知道 他必须要扣响这扇法律之门 让那些和他一样的穷人 从此 有个免费的指定律师 能够在律师的陪伴下进入法律之门 而不再忍受这种法律门外汉的艰辛和孤单 虽然 吉迪恩身份卑微 但是 他已经有了判断善恶美丑的能力 在这种判断力的指引下 他努力改变的 不只是他自己的现状 还有 他自己本身 他努力改变着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习惯 还有自己的思想 这种努力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周围的人都越来越尊重这个 勇于自我改变的吉迪恩 后来连天生与之为敌的狱警 也被吉迪恩感动了 每天早晨 大幅翩翩的狱警 都会端着两杯咖啡 走进监狱的小图书馆 走到吉迪恩 扶案工作的小桌旁 然后弯腰吃力地探着身子 将一杯咖啡 小心地放在吉迪恩左手 方便端杯子的位置 然后自己端着另一杯咖啡 在晨曦的微光中 看着埋头读书的吉迪恩 帮他拼读那些复杂的英语 法律术语 每当这个时候 狱警眼里都闪现着羡慕的神色 他觉得真正在这里坐牢的是他自己 而绝不是眼前这个 正在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 囚犯吉迪恩 而即将在最高法院 为吉迪恩出庭的大律师 弗塔斯的毅力和坚持所感动 他开始主动接触和了解吉迪恩 更重要的是 弗塔斯开始详细研究吉迪恩的案子 让他那个庞大的律师事务所 专门为吉迪恩案 组建起一个项目组 一大群聪明的法律人 被招募进这个项目组里 弗塔斯对他们说 我已经被联邦最高法院 指派撰写吉迪恩案的诉讼摘要 我要了解有史以来 所有关于律师帮助权的资料 我要把吉迪恩案的每个细节都展开 所有的关键点都充分予以论证 我们要让吉迪恩那简单的一句话 应该在我受审时 为我指派一名律师 形成一份复杂而精密 及历史哲学司法立场 为一体的宏大法律文件 从此 弗塔斯成为吉迪恩的一颗福星 而吉迪恩的另一颗福星 您猜是谁 说来有趣 另一颗更大的福星 就是吉迪恩的对手 杰卡布 杰卡布何许人也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的助理 如今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正式委派他 在联邦最高法院出庭 应诉吉迪恩案 要知道 这杰卡布可是法学科班出身 他年纪轻轻 就做了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的助理 我们前面讲到的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 针对吉迪恩案的上诉答辩意见 其实都是杰卡布主要负责的 现在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 又委派他出庭最高法院 对阵吉迪恩的律师 弗塔斯 那么这位杰卡布 是如何成为吉迪恩的 另一颗更大的福星的呢 请听下一讲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公负不负有心人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受理了 吉迪恩的申诉书 就是否给予免费律师问题 专门召开一次庭审 庭审结果将决定当时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走向 在下期节目中 为您讲述改变美国法律史的小偷 第四集 关键的庭审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